这里是中国北部最冷的城市 一年中有9个月的时间都要在冰天雪地里度过 因为过于寒冷 当地的常住人口仅剩下71437人 如果到了冬季 大约还有20%的人会离开这里 到南方的城市生活 此后的整座更河市也跟着天气一起进入了冬季 目前更河的平均房价维持在2000元不到的水平 如果遇到急于出售的业主 价格还能更低些 那么更河到底是座怎样的城市 今天咱们就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这座被人称为中国冷籍的更河市 更河市属于内蒙古自治区 库伦贝尔市的管辖范围内 于1994年正式设立 在90年代的更河 遍地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房子 因为这里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在过去人们盖房子 大都是使用木头作为原材料 他们会在自家的门口用木头 围起一座上百平方米的院子 而富人家里的院子则有两亩地那么大 在自家的院子里就可以种菜养猪 而在当时 更河的一套大宅院只卖到1500元 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 早在90年代以前 更河还是一座以林业为主的城市 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 吸引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到更河从事林业工作 林业工人要冒着严寒 深入到大兴安宁的腹地 因为天气太冷了 没有蔬菜吃 每天就只能吃白米饭 四五十人 即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工盆里 尽管当时的条件是异常的艰苦 当时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却给人们带去了无限的希望 也让这座因林业而新的城市 变得越来越热闹 进入了21世纪以后 更河市开始逐渐重视 大兴安宁地区的保护工作 原来的林业工作人员变成了护林员 有的退了休 还有一些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只能选择离开 在当时 更河也和我国其他城市一样 进入了房地产大开发的时代 原本老旧的大宅院 被开发商门改建成了一排排 齐齐整整的楼房 有成千上万户居民都住进了新房子里 也有了集体供暖 日子要比过去更加温暖了 更河平均每年零度以下的天数 占到了210天以上 一年的12个月中 有9个月都需要用暖气来度过寒冬 因为寒冷 在更河地区已经无法大面积开展养殖畜牧业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2012年 更河林业局正式成立了旅游公司 将一直依靠林业为生的更河 往旅游城市过渡 从此更河的街道上 出现了更多旅游宾馆和饭店 这里的冬季虽然寒嫩 但是到了夏天 南方的温度高达40多度时 这里最高的温度也不超过30度 加上在更河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拥有着97%的森林资源 自然景色十分的壮丽 吸引了很多南方人 到此度过炎热的夏天 根据2021年6月份的人口普查数据 更河的常住人口为71437人 而到了夏季 从南方来避暑的后鸟一族 就达到了15000人 占到更河总人口的20% 后鸟一族们会在7、8、9月份 到这里来居住 这也导致了更河夏季的房源比较紧缺 如果夏季想要在更河 订到便宜的家庭短租房 那最好要在6月份就提前预定好 而有一些南方人 看中了更河低廉且不限购的房价 干脆就把房子买到了这里 每年过来住上几个月 换个地方生活 体验一下不同的人间烟火 等到住腻了 再选择离开 更河冬季的气温 常常会达到零下30多度 这样的温度 如果在室外不戴帽子的话 只要几分钟时间耳朵就会被冻到没有知觉 滚炭的开水泼出去 瞬间就能结成冰墙 汽车已经无法停靠在露天的地方过夜了 不然到了第二天 很可能就打不着车子了 鞋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 由此开启了冬眠模式 而在更河的传说中 最低的温度达到了零下58度 这是当地林业部门 在2009年的12月31日 在位于更河的冷吉村测得的树植 因为寒冷 冷吉村现在只剩下六户人家 十口人居住 原来这里是林业局的宿舍 现在也全部改成了旅游民宿 每晚的价格在80元左右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中国冷吉所带来的兵分体验 让人终身难忘 更河是我国与俄罗斯交界的介合 俄尔古纳河最长的一条滋流 全长427公里 更河的河水即使到了零下30多度都不会结冰 也被称作不动河 这是因为在大兴安宁的地底 常有大量的地热温泉 才形成了更河特有的冬日景象 丰富的自然资源 也让每年到更河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2019年 更河市全年的旅游收入达到了16.39亿元 占到了全市GDP的一半 大部分的更河居民也都开始从事相关的旅游工作 他们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座冰雪小镇 在这片银庄宿国的天地间 享受着洁白而又朴实的生活 每个在更河生活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清晰地找到家的方向 这里就是中国的更河市 谢谢大家